快看,这只修炼千年的狐狸很快就要死了,可怜的它被一棵巨树死死地压住了,任凭它如何挣扎,都无法移动半分,看起来非常的痛苦,它的嘴巴里更是散发着痛苦的哀号声,如果继续这样下去,恐怕要补了多久,可怜的它很快就要死了,或许是上天有好胜之德,不忍心看着可怜的它就这样死了。 这悲惨的一幕,被一位上山砍拆的小哥发现了,看到可怜的小狐狸,好心的小哥立马对它展开了救援,由于小狐狸的情绪过于激动,嘴巴在那里疯狂地蠕动,如果小哥贸然上去,那么小哥也将被它咬伤,尽管如此,好心的小哥也没有放弃对它的救援,因为小哥知道,如果自己就这样走了,这只小狐狸的生命也将因此走向终点。 显然这并不是小哥所愿意看见的,几分钟过后,小狐狸很快就挣扎累了,慢慢地安静了下来,随后转过头来,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小哥,眼神非常的无助,看到这一幕的小哥,这才开始行动了起来,将身上的外套脱了下来,将它直接盖在了小狐狸的头上,避免它再次挣扎,将小哥咬伤。 看到这里的我们,唯一能够为他做的,就是点亮我们的小红心,留下一句平平安安,那么,今年一夜一定会八方来采,顺风顺水顺平安。 由于树木巨大,单凭小哥的力量,根本无法将它抬起来,无奈小哥只能拿来铁铲,对着小狐狸身体下面的泥土进行挖掘。 尽管救援的过程非常艰辛,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救援,日行一善,功德三千,只有将它解救出来。 小哥的内心才能安心,很快,经过小哥的不懈努力,小狐狸就被解救了出来,随后欢快地朝着从临身处跑了。 但是,时间来到十几天后,小狐狸找到了小哥的家,原来,他是来感谢小哥的救命之恩,报答他的大恩大德。